今天是情人節呢 你有可能收到禮物 有可能沒有收到禮物 我們今天做一個 情人節禮物的推背圖來告訴你 到底收到禮物該不該開心 沒收到禮物呢 又該不該難過 這個呢 情人節 到底他 我們當然只是男生啊 男生到底沒有送禮物 如果他沒送的話 說真的 你不要太難過 不要太傷心 因為呢 他可能是對你是真愛 他不會在這一天才特別表示他的愛意 所以呢 真愛不必說 我們常講 兩情若是長久時 又起在朝朝暮暮呢 所以呢 一切靜在不言中 沒收到禮物的呢 不要太難過 但反過來 收到禮物的 你也不要太開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過去都沒送你禮物 突然送你一個禮物的話呢 代表什麼 代表他可能心虛 他可能做了一些虧欠的事情 比如說 他最近啊 對手機比較敏感 變得比較愛打扮 或是呢 這個一回家就洗澡 這很敏感 一回家就洗澡 這表示呢 應該有問題 所以他突然送你禮物的話呢 代表什麼 代表他想要做一些彌補 所以 情人節呢 對於男生來講 有時候呢 尤其是結婚男生 是一個男人的贖罪日 所以老婆 如果你收到太大的 或太好的情人節禮物 你也不要太過於開心 因為很可能有這些情況發生 當然 我不希望它發生 請教一下這個永年副總 這個結婚四十年了 對不對 情人節 你剛說到帶你老婆 沒有 就唱歌給他聽啊 唱歌給他聽 對啊 所以就是不送禮物 沒有送禮物 所以你是 尊愛不用說的 用唱的 不過這是真的 因為副總家跟我家很接近 我常常在金山南路 這個散步遇到他 或在建國花市遇到他 跟他老婆 他們都手牽手 在路上走 而且呢 常常一起去逛花市 所以你不送花 但是你會送他 我買一盆花 買這種盆花 有土的就對了 有土的 所以那不會凋謝 它可以越長越大 越長越大 而且呢 可以長得久 是 你送一束花 能撐多久 對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有一點虛情假意 所以你覺得送一盆 還乾脆就送一盆花 對 才是真心真意 對對對 那 那股票市場裡面呢 對 所以我們從股票市場裡面 也是一樣啊 對 你要看那一種 哇 你要聽那種 今天漲了一支停板 明天漲了一支停板 後天開始又跌 連續跌兩支停板的股票呢 還是要有實質上有內在 這個 這個體質的股票 對 對不對 當然是要有 找有體質的股票嘛 對不對 就像找老公要找 像我們這種 這個真心愛他的老公 真心愛他 會送一盆花的 這是一定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盆股票 什麼叫做這個 有真的有體質的 能夠有實質面的 對 其實最表現在這個 檯面上就是什麼 就是配息率 還是以殖利率 對 就是以殖利率 其他都假的啦 我賺多少錢 結果你發出來的紅利 一點點 對不對 那個都是騙人的 真正就是殖利率 那這一檔股票呢 叫做敦南 那敦南呢 為什麼我會介紹他 因為呢 他2018年的獲利 有可能會創新高 是 我的估計呢 他大概可以達到2.8元 EPS大概可以達到2.8元 對 那他去年的 他一向呢 很大方 這家公司一向很大方 2.8元 那你預估他 他會配2.5元 配這麼高 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是按照他過去幾年來的這個 配息率來算的 像他去年的配息率高達89% 將近九成 那所以呢 2塊8的話 他配息應該有差不多2塊半 那麼呢 值利率 換成殖利率的話 大概是8.5到8.6之間 這個夠高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 很多的外資啊 法人啊 都是勸大家就是說 你們今年選股 要去選這種高值利率的股票 所以 因為我們昨天做了專題嘛 外資大量的會入台北股市 就是看上台北股市 今年有1.5兆的這個股利 股利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以前呢 大家都看 平均殖利率4% 4%的殖利率就算高 高配息了 其實呢 今年呢 要6%以上 所以 所以呢 敦南我覺得非常有資格 而且呢 他在這個擁有上海呢 無錫 還有基隆 新竹 四個晶圓廠 因為呢 做這種整流二集體的 他這個橋式整流線 他有自己有晶圓廠的 全世界只有他一家 只有他有 他等於上下游 有整合 上下游一貫的 對 上游一貫的 而且呢 他快充的這個IC呢 已經打入大陸的三大手機廠 像華為 OPPO 都是他的客戶 所以呢 那這一家公司呢 他不只是這個配息配的高 而且呢 他說未來的前途呢 是可以值得這個注意觀察的 是 那麼 另外 我們從這個 只有基本面不行 你說這轉投資可以貢獻 他轉投資的潛在利益 就是說 因為他有轉投資好幾家公司 那他這幾家公司裡面呢 他們的這個 這個股價 就是以他的股價來算的話 那麼呢 他轉投資的這個利益 投資的利益 大概加起來有27塊 也是那種母一子貴的概念 對 母一子貴的概念 而且呢 這一家 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把這三家這個子公司呢 處分掉的話 對 他可以呢 對他的EPS 可以貢獻達到27塊 是 所以他有這個 潛在的利益的存在 那麼另外呢 我們從 當然只有基本面 不行啦 對 只有內在面 這個外表漲得 這個有一點抱歉的話 也不行 對不對 看線型漂不漂亮 這個外表還是要有一點 這個修飾過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這個技術面 這個是他的這個日K線圖 日K線圖呢 你看 他這邊是左腳 這邊是右腳 左右兩隻腳 他如果能夠站上 這個33塊7的頸線的話 就一個W底就成型了 而且是用歷時 三個月的一個W底就成型了 那他有沒有機會成型呢 有喔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裡 這個叫做圓湖底 對 這個叫做凹洞量 圓湖底配凹洞量 凹洞量 對 其實很多投資 很多我們的同業 或投資人都認為說 凹洞量 所謂凹洞量就是這邊 突然一個沒有量 對 這個叫凹洞量 你的凹洞都比大家大 一定要大 因為凹洞量的台語叫什麼 我講 對 所以一定要大 而且呢 他右肩的量又比左肩來的大 所以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他去年的EPS可以拉2塊8 年佔率55%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今年只要能夠站上這個 翻譯 早 são 不適合 領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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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